三種顏色的色調 酷 哇 你看 讚一個 讚一個 這個睫毛夾好特別喔 推的是單色眼影 Kevin現在在 唐吉哥的澀谷本店的三樓 化妝品 醫藥品 健康食品區 這邊的通道都很寬敞 很舒服 欸還記得嗎 我上次日本開箱推薦過 它卸妝油賣完了 沒有卸妝油了 就是這個無添加的系列 它的卸妝油真的很好用 Sorry 我沒有辦法補貨了 這一整區都是染眉膏 Kevin是不是都說過 要用染眉膏嘛 尤其是如果你有染頭髮的人 他們現在都是強調 就是怎麼樣讓自己的眉毛 感覺上跟你的髮色很搭配 這一整區都是眼部 眼妝區 欸這個 Ecosme銷售第一名 它是 3 in 1 三合一的眼妝產品 眼線筆 眼線液跟眼影 它有四種不同的顏色 告訴你 凱文是有做功課的 因為我昨天來事先勘景的時候 發現它居然沒有試用品 於是呢 我已經先買好了 這個是屬於比較透明感的 你可以先用 鉛筆式的眼線 先描繪 很好畫 很滑 然後呢 眼影棒 把它推開來 再用眼線液 描一下 它眼線液也很好畫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是摩卡玫瑰 眼線液 是比較淺的 推開來看 妝感就比剛才來的再重一點點 配上的是咖啡色的眼線 橘色應該要試試看 綠色的眼線筆 然後配上橘金色的眼影 然後最後 再配上咖啡色的眼線 三種顏色的色調 是不是很方便 酷 然後這個就是咖啡色的眼影棒 黑色的搭配 我想很多人到日本來也會找梳子 哇 愛心翅膀梳欸 他說這個梳子 可以對抗熱氣 防水 不會有靜電 我已經有了 裡面是立體的 你看得出來嗎 很像有一種擺飾品 就是很多針 然後你的臉一下吐進去 然後你那個針就會高高低低 變成立體人形 美女你來借我 因為日本比較乾燥 很容易會有靜電 欸 有欸 梳起來會不會不舒服 不會不會 有按摩的效果 我們再看另外一邊 有差欸 我幫你把另外一邊也梳好了 來 你看 站一個 站一個 這個睫毛夾好特別喔 它在睫毛夾下面做了一個鋸齒梳 睫毛會透過這鋸齒梳 它就不會糾結在一起了 它有些時候 好像多了一個 這個會有一點點卡卡的 好像有欸 它內側已經有一個厚度了 如果你的睫毛真的很短 沒有長過這個厚度 反而會卡在裡面 是會有夾的效果 但是 我覺得它適合給長睫毛的 短睫毛的 不要試 最近啊 我發現這個品牌啊 真的蠻好用的 就是 Visee 首先 第一個是我要推的是 這個 單色眼影 它的那個顯色很漂亮喔 你看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你看發色度都很漂亮 好 我再試試其他的顏色 這個紫色 金屬感的Disco藍 香檳精 都很顯色對不對 我剛才又發現了一個東西 Spotlight Stick 它是拿來做提亮的 你看 而且它是透明感的提亮 好漂亮喔 這個是它的蜜粉 比較偏米色是帶光澤感 然後白色的 就是 透明感 白色的這個你用我的 DutyMaker的淋油光 吸油蜜粉餅就可以了啦 還是要打廣告 對不對 這個 我那時候站在這裡研究很久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是 清潔刷具的東西 你的刷子如果沾過了眼影粉 腮紅粉之後呢 就把它放在這旁邊 黑色的部分 擋一擋擋一擋 它是一個很粗的海綿 刷子上面的蠶 魚的粉末 就會被這個海綿刮走 然後你最後再放在中間這個地方清乾淨 它中間這個是分開來的 然後這個都可以洗 回去試試看 這裡是四樓 一定要到這層樓來找發熱衣 998日幣 等於不到300塊錢台幣 它有黑的白的 然後圓領 你看它這個裡面有加毛的 日幣1290 也才大概300多塊台幣而已 這個是三件一包的防寒褲 它裡面還有鋪一層薄薄的毛 三件才998 如果你來唐錫柯德看到這個情熱價格 代表他們的自營商品 通常都會是在市場上面最便宜最便宜的 接下來要上去到了五層 這小朋友的天堂 你看有很多的玩具 那這一層我怕死 六樓有什麼呢 很多人半夜一定會來這裡 為什麼 因為要回去的 前一天發現買太多東西 行李裝不下了 所以你就要買行李箱 從三千多塊就有 三千多塊去日幣 這個看這邊 這個是行李箱的腳對不對 往上推 這個旁邊你可以掉你的袋子 這行李區 超多行李的背包也有 然後呢 另外一區呢 就是一些電器了 在唐錫柯德買吹風機 他們就直接提供就是 網路上面的這個價格 所以是很划算 現在還有人在用這個嗎 這個是DVD Player耶 這個只有在我那個年代的光華商場 跟日本找得到了吧 唐錫哥德在澀谷開了一間六層樓 應該算七層樓的這個澀谷本店非常大 而且它是24小時營業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喔 你來這裡如果要退稅的話 要準備好你的證件 而且要準備好排隊的心情 因為真的排隊的人好多喔 所以我也要去排隊結帳囉 凱文小的美 我們下次見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呢 你有學到一點點東西的話 別忘了點讚喔 而且你可以留言 我會知道你們更多的困擾 趕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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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